了解小彤的人也知道 就是林小彤是一个 他宁可走一个远路 但是他绝对不超捷径的 你是不是可以让观众晓得 因为我相信三年之后 当你们把跟亲切借款都还完 然后你品牌知名度也成熟 一直到这十五年 你们所面对追求成功这四个字 最大的诱惑是什么 在很多外来的品牌进来之后 它收纳我们台湾很强的市场能量 可是我们看不到自己品牌的成长 我常常会觉得坚持是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态度 因为我假如走捷径 例如说我用批发的东西 进到我品牌里面 或代理其他品牌 都是很快速可以把成本换算 然后在这个操作上 会比较短快速的可以去致富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来讲 品牌线条就没有办法堆砌了 我们不要老是羡慕其他国外品牌 为什么它的关怀这么大 可是我通常看的都是 他们坚持了也有百年的历史 这一个就是不管我一路多辛苦 或我起步多晚 但我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那我想表达的是说 这个品牌它最精彩的价值 就是这一块在台湾本土这样子 扎根能持续茁壮下去 然后我们现在今年要卖路的就是 我们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到国外 让人家来看我们的设计 台湾的美好 所以品牌要有像 一个一户人家要有家风 才有情感 有家风才能传承 家庆母要补充的 我刚刚她很有感觉 提到抗拒诱惑这个部分 她常常用四个字来代表一切 就是无欲折纲 我觉得这要做到真的很不容易 对一般现在的社会的一些氛围 跟价值观 我觉得她很认真在做自己 所以她不想对她来讲 你没有产生 你没有什么欲望 你就不用去求人这件事情 所以她选择默默地做自己 坚持了十五年 这是我一直很支持她的一件事情 对于细节这一件事 如果你审视你自己 发现你的性格特质里面 对于细节这一件事情 你会怎么形容 我常常会回到初衷 去看最简单的出发点 我到底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她就会给我明确的答案 跟方向而不再模糊 所以在细节就像在功法上 刚刚我们刚跟师傅在谈 我们勤务让人家放下来等一下 可是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把它最好的呈现 最好的方法 那细节是慢慢生活的堆积跟累积 那对自我要求来说 其实对于一些太繁琐的 其他干扰因素拿开 我常常会觉得说 你只要回到初衷 那刚刚我太后讲到 吴玉泽刚刚对我的权势是 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 他自然我们再把它 去创架最大的价值 但是基础工我们一定要做好 这是我的态度 对 今天我们整个团队 我们很希望跟大家介绍 MIT的小童 林小童珠宝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大家一起来珍惜 就是一个作品后面 它累积了台湾 太多的公益跟情感 其实你们仔细听 小童在节目里面 他一直提到 他希望他的珠宝 反映的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那么在全球化的炒作下面 有很多珠宝 他也被当作是投资的标的 你看有那么多拍卖会 那但是你一直很希望 他是生活里面 一个很有温度的陪伴 我们怎么样 能够透过你的作品 能够尝试地 把认为遥不可及的作品 能够变成一个生活陪伴 然后欣赏珠宝变成生活态度 珠宝设计 伴随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面向 我常认为珠宝 它是可被预估的价值 可是我希望我能创造的是 可被预估价值之外的 情感价值 回到最原始的初衷 就是纪念 最感动的时刻 那在这时刻来讲 它会延续的就是说 我珠宝的真正的价值 就算你把它当作投资标的 但我希望它不是 被锁在金库里的 我希望它是有生命力的 而是你真正享受它的价值 它才是最大的财富 那我要赋予它的是 你跟它产生一种 个性上的伴随 风格上的伴随 或者生活上的一种 依存关系 那我是最大的成就感 就会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嘉庆好 最后 今年年底以前 在苏州 在上海 在香港 我们都可以看到 台湾的这个品牌 除了市场之外 你希望 因为由你们走出去 让台湾的设计 跟一个台湾背后 所孕育出来的 这个能量跟热情 怎么样被认识和看到 就是你们希望 大家透过小童的珠宝 能够看到 这里面美好的 最美好的部分在哪里 最美好的部分 其实我希望是 重新找回珠宝的 一个定义 你们要做的是 宝石之外的 无价情感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一直要很努力 很努力在这一块 希望说 在这样的市场里面 找出另外一种声音 而不是只是一个 对宝石来讲 其实不管是金属也好 宝石本身的材料 它其实原本都是冰冷的 那你如何让这个宝石 传递的 变成一件珠宝作品 它实际是有温度的 而是它对你在生命中里面 是有情感的 甚至是传承 你所有的珠宝里面 就像杜奶奶 它所有什么样的珠宝 它都有了 可是它为什么最喜欢 设计师的珠宝 因为它觉得它很有温度 它喜欢那个感觉 它成为它很多故事 它很多时光 它当下的所有的美好 我希望 世纪师常讲说 它希望它的作品里面 代表就是 你每一天起来 你可能有很多很多 很昂贵的珠宝 你可能有很多 很多很昂贵的一些宝石 可是你 它的作品 能成为你最喜欢的那一件 你可能会有很多 我相信 你可能会有很多